是不是有好多姐妹都跟我一样 过节不知道送男朋友什么礼物比较好 送显卡吧 太贵太贵 走吧 不可能 那你就挑一件实用的东西 电动T恤刀就很不错 嗯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嘛 其实还有别的选择 像我这种比较务实的 送红包我都很高兴的 说实话 T恤刀确实是一个好选择 无论是送男友还是送老爸 都不会出错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开箱一套 300家为非常适合送人的 非科智能感应FS967T恤刀 首先我们从漂亮的手提袋里 把T恤刀拿出来 哎 里面还有一张卡片哎 可以写一些甜蜜蜜火辣辣的话哦 包装盒子上就能看到 这个T恤刀的外观了 非常的有科技感 现在我把盒子打开 哇 感觉很有仪式感呢 这个T恤刀的质感还是很高级的 外壳应该是烤漆的 看起来非常有科技感 比较适合送人 上部连接部分是银色螺纹设计 剃刀部分是三个弧面双环刀网 我们这边现在就请猕猴桃军上场吧 嗯 由于猕猴桃军当场阵亡了 那我们这边就请猫猫虫军上场吧 嗯 前后对比还是很明显的呢 弧面刀网摩擦阻力比较小 不容易刮伤 剃得更舒服 双环刀网也会比单环剃得更快 三刀头是浮动式设计 面部接触比较贴合 每个角落都可以剃干净 扣上盖子稍微用力 上层刀片盖能直接掰开 FS967有IPX7级防水 放在水流中能够直接进行全身冲洗 打开盖子水一冲就干净了 清理起来方便很多 FS967甚至没有采用按键设计 连触控按键都没有 直接改用智能感应技术 贴上脸开启工作 离开自动关闭 灵敏感至肌肤表面微电荷 只有与皮肤接触后才会工作 能比较好的避免误出问题出现 继续到工作时 侧面的智能LED显示区会亮 但显示的不是电量 而是还能使用多长时间 这个比电量百分比更直观 更人性化 底部是充电口 大概一小时左右就能充满电 通用Type-C充电接口 可轻松连接电脑 USB等移动电源设备 为充电提供了更多种选择 官方续航一次充满可以使用90分钟 一天一分钟的话 差不多可以使用三个月 我这边直接让FS96T进行不间断工作 测试它的最高续航时间 令人惊喜的 是超过了90分钟后 T恤刀还在继续工作 看了一下官方解释 在电量不足时 T恤刀依旧会以平稳功率运行 避免T恤刀骤停卡住 胡须会痛 人性化的处理做的挺贴心的 最后做了跌落测试 注意注意 跌落是指正常掉落 不是往地上摔 别杠 杠就是你对 正常跌落对T恤刀并没有什么影响 总的来说 这款飞科智能感应T恤刀 FS96T还是很耐用的 特别是它的智能感应技术 作为一款国产的电动T恤刀 比一些国外价格更高的旗舰机机器 有更好的人性化设计 使用感也是相当的不错呢 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 省钱还好用的T恤刀 男生们应该都会喜欢的吧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该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好的送礼好物 能不能给我一个小星星 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呢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树丸工厂账号 我是小饼干 我们下期再见 我终于下班的 最近手毛点旺盛 拿它试试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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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属石刮的有点干净啊 绝了 的 另外一面 半端 有点 还有 好